新竹最廣為人知的小吃就是米粉跟貢丸 新竹市每年都會盛大舉辦新竹米粉貢丸節 今年也不例外將透過五大活動主題 吸引民眾深入並了解新竹的在地特色美食 這一次的新竹米粉貢丸節 我們特別邀請了在地的年輕的這些廚師們 瘋廚師觀光發展協會 給大家共襄盛舉 一起來提供不同的料理 給我們所有的參與活動的朋友 這一整天的活動非常的精彩 除了最好吃的米粉跟貢丸之外 還有最創意的一個料理 誠摯的邀請大家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次的活動 一定要在11月5號禮拜六 這個早上10點到下午的5點 歡迎所有的朋友一起來參加 新竹市長林志堅圍起圍群 準備動手學做創意米粉料理 如何從米粉中找出新的創意 是這次新竹米粉貢丸節的一大活動主軸 我們米粉貢丸就是配合那個美髮貢丸 有一個米粉頭 還有一個米粉的走秀 米粉妝啦 我那一天去 昨天去參加看了 蠻不錯的一個設計的啦 就是非常謝謝那個美髮工會 幫我們這一次米粉貢丸節的節目 增加光產 貢丸的方面呢 我們今年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頒獎 就是貢丸起老的 貢丸的那個頒發貢獻獎 因為我們感念說貢丸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這麼有歷史的一個東西 食物在地的食物 那是由誰的一個傳承下來的呢 我們今年就做一個貢獻獎 類似金馬獎那種那個貢獻獎這樣子 除了米粉的創意料理 五大主題還包括食號玩巡禮去 創意料理首陸菜 新竹為旅行與風塵音樂饗宴 新竹市政府邀請民眾愉快體會在地好滋味 凱坡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 新竹市長 有件事 凱坡新竹市長 葫蘭 新竹市長